不同於以往對伊朗代理人進行攻擊 以色列首度以伊朗駐外領事館為目標 所以這違反了國際法的行徑 也現在很多中東國家都是非常強烈在譴責的 再加上我們看到4月1號在加薩 發動無人機攻擊 結果造成美國的慈善團體 世界中央廚房有7名志工喪生這起事件 那現在以色列一系列的瘋狂動作 背後有什麼選機呢 周老師 好 其實以色列現在有一種所謂光榮的孤立感 就是說他覺得全世界都要求他撤軍 但是他們都認為說 其實全世界都不理解以色列 因此其實以色列現在跟美國 尤其是跟美國 其實關係是滿緊張的 美國認為說 以色列在攻擊大馬士革的伊朗的建築 以及以色列在應對所謂伊朗可能報復的 這種可能的回應方式 這兩方面其實以色列都沒有提供給美國相關的訊息 而美國是需要有這樣子的訊息 來做相應的準備 所以這是美國方面對以色列的不滿 而這些以色列的採取的方式 也就反映出來其實以色列對美國 也是抱持著這個警戒 那為什麼這樣子呢 除了我剛才講到這種所謂光榮的孤立感之外呢 還有一個就是以色列的納潭雅胡政府 也面對到內部的壓力 那這種內部的壓力呢 其實當然主要除了針對就是說 人質到現在還有很多沒有釋放回來 然後戰爭持續發生 那以色列內部也受到這個 比如像黎巴嫩曾組長的攻擊 這個也包括現在為了徵兵的問題 跟這個所謂教室團體發生 有一些緊張 那教室團體當然是支持納潭雅胡政府 非常重要的一個力量 所以它變成必須要採取一些 比較極端的手法 去不管是移轉國內的注意力也好 或者是所謂在國際政治上講的這種 聚齊效應 就是通過對外的這種行動 來凝聚國人的支持 我覺得大概是可以用這個方法去理解 它現在的一系列行動 是 好 在穆斯林慶祝了這個 災季月結束的開災節之際 以色列11號它照常轟炸加薩走廊 而且是完全無事於美國總統拜登 先前就已經說 他認為這個以國的戰爭方式明明就是錯誤 那我們現在來看到了 納潭雅胡他的態度到底是什麼呢 加薩戰爭他說是會持續的 同時為可能的事態要來做好準備 不過現在外界也很關心說 以色列總理納潭雅胡 他面對批評也不動搖 說加薩戰爭會持續 還剛剛提到說為可能的事態要做好準備 他究竟是要佔到底還是他根本就是 完全沒有在管拜登的譴責 上次根怎麼看 完全沒有管拜登譴責 我想其實我們看到這個 很多的這個傷亡事件裡頭 可是這個我想拜登政府的一個 態度的一個轉換點 很大的原因還是跟剛剛講的 世界中央廚房 那做一個國際當中非常知名的NPO 他們每次都是在戰爭的所在地區 來自全世界各地的義工 去幫忙那邊的難民或災民 幫他們煮飯等等了 然後包括這些運送物資 他跟那些所謂義工的 其他的方法不同 至少讓那些流離失所的災民 或者是難民 能夠有一口飯吃 而且在這一次當中 主要是這些中央廚房 他們跟明明跟以色列的軍隊 都已經有完整的溝通 計畫都送上去 連書面計畫都有 結果最後是一輛一輛的炸 那麼這個部分就是 明知道他們是誰 第一輛炸的時候他們就往後跑 第二輛炸 第三輛炸 所以這個部分在美國跟全世界一論 為什麼同樣雖然有很多的傷亡 這一次當中連拜登或在美國 很大的壓力 也就是說你現在到底以色列 怎麼搞的 你在搞什麼鬼 就是說你明知道他們是誰 也跟你通報了 你也知道你還炸 那麼另外的話 我們也真的不能小看 在整個穆斯林的開戰月 從10號開始 10號炸 11號炸 這種10月炸 你要知道那是對於穆斯林 是全世界的穆斯林在過年 因此我們現在在看到說 伊朗打不打這件事情 不只是在國際利益的考量 這種所謂情懷式的 族群式的 民族式的 剛剛講NPO界 這樣子的怒火 對拜登產生了壓力 所以為什麼拜登這段子 開始整個立場有很大的轉變 甚至已經開始譴責 不只是勸勉 但就這樣講 你看他亞胡其實是不管的 剛剛左教授已經提到的 因為內部的壓力 是他最大的關鍵 特別是他亞胡我們都知道 你看他已經三次當總理了 是老鳥了 所以他對這些國際當中 其實是他不是新手上任 國際上罵一罵他就可以講說 我覺得他臉皮都長老簡了 再將他的背景來是說 直右派主義 民族性 宗教性的族群 是他這個政黨當中背後 也就是說人家覺得穆斯林 各方面你有宗教的情懷 NPO你有人道精神 可那坦亞胡背後站的 也是他屬於以色列的宗教 所以他有一種情懷式的對抗 所以我一直始終強調 在監訊上中不能只從國際政治的角度看 他這裡有非常深層次的東西 也就是說納坦亞胡 現在為什麼敢不理 他也有他深層次 不只是國內的壓力或國際的壓力 而且我們現在來看 國際有再多壓力 譴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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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有對以色列有任何的抵制嗎 對比到先前窩難戰爭 抵制 抵制 可是實際上 國際動作仍然只落於口水 也沒有真正的實質的抵制動作 是 謝尚之哥幫我們分析納坦亞胡 他背後的壓力 不過現在下尾跟我們要請教一下 因為現在國際社會也很納悶 就是美國一方面呼籲說停火 但是另外一頭好像也是持續的提供武器 那你怎麼看呢 當然其實從美國來講 美國供應盟邦武器 有的時候很大一個部分來說 其實是控制它的盟邦 也就是說今天我的武器是來自於你的話 那對於你來講 就是說你就有更大對我的這樣一個 包含外交或是國際政策上的影響力 其實美國它一直在利用它的這個武器的 對外這個銷售來說 去建立它的影響力 以及它的約束力 也就是說譬如今天最簡單的 當初廣大星號事件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們派去南邊展示國力的這個軍力 都是法國的拉法葉巡方艦 然後法國的這個幻象2000戰機 為什麼沒有把美國賣給我們的 當時海軍來說 相當重要的這個成功級巡方艦派過去 或是F16戰機派過去 那原因很簡單 就是美國它基本上 才碰到這個狀況的時候 它就告訴台灣說 我今天不准你用我賣給你的武器 去對付我另外一個盟邦 那同樣的對於這個美國來說 當然加薩的這個巴斯斯坦人 絕對不會是美國的盟邦 但是今天美國可以透過 這樣一個武器銷售的過程 某種程度來講 還是管制或甚至於 某種程度來說 甚至限制到以色列的 這樣的軍事力量 它其實是可以達到 某些程度的這樣的限制力量 譬如說它在供給你這武器的時候 甚至於可能它會對這個飛彈 或是炸彈的精度做一些調整等等 它可以做到這些事情 或甚至於說它故意扣住一些零件 零附料件不給你 讓你這些東西在真正 要在戰場上使用的時候 因此妥善的越後會因此下降 美國很善於利用這樣一個方式 當然對於拜登政府來說 它現在其實當然還是希望 就是納坦雅胡政府能夠要鬆手 因為其實納坦雅胡政府 它這一次對於加薩的這樣一個作為 甚至於而且它甚至還越近 到敘利亞境內打擊了 伊朗的這樣的目標 這其實嚴格來說 真的是違反國際法的 那這個時候 如果說拜登在這個時候 如果不拉住 或是說不限制住納坦雅胡的話 後面的確中東可能會要 重新成為美國 必須要去大幅投注力量 關注的目標 美國現在已經有一個伊拉 那個烏克蘭燒得它這個 這個可以說是 燒得它捉襟見走 再加上台海方面的局勢 你可以看到美國現在 是推出一個穩字決 甚至於我其實你可以看得出來 美國用了非常大的壓力 讓未來的賴總統當選人 在兩岸政策上 不至於太過的這個躁進 那但是這個時候 如果中東又出來 再給這個拜登 增加另外一個這個壓力的話 其實今年馬上是美國的選舉年 11月就要投票 那個今天拜登在美國 已經是財政跟經濟搞不好 那這時候如果連國際關係 這個盟邦之宴這樣的問題 都搞得一塌糊塗 那對於這個拜登的 要連任之路來說 那更是荊棘重重 所以其實的確 美國在現階段來說 在對外上 他絕對不能示弱 絕對不會因為說 你國際說如何如何 就喪失了我 美國對這個 以色列這個重要盟友 最重要的幫助 因為畢竟美國境內 猶太人的力量還是非常大 對 而且猶太人 往往也是這個選舉的時候 選舉要到選舉這個錢 這個你沒有糧草 你怎麼打這個選戰呢 這個時候 那個劉太人的這些 金主的支持 對拜登來說 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但是他又必須要 能夠拉得住 或甚至某種程度來說 限制住以色列 這個時候 藉由武器交易 但是這武器交易之中的 很多的這種細節跟貓膩 也的確是可以 實質限制納坦雅胡 好 我們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 地人政治 內政之爭 戰略價值 強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動性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盡在環球大戰線 掌握世界脈動 掌握世界脈動